大家好,我是Robin 这期课我们继续来学习一下Android的层次分析从顶层到底层这一课程 这期课开始,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 Banner的基本架构 首先是一个概述 为什么会有这个话题呢? 第一个,我们在学习framework的一个基本架构的时候 我们为了不影响整体上的一个把握,回流通导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Banner,AMS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有逻辑 还有Handler,GMI等这些 我们都没有去过多的深入去学习它 第二个,我们在学习Android的framework 它基本架构的时候可以体会到 Android的framework呢 它是一个基于Banner的CS架构 可见呢,Banner在其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说呢,在这个阶段,我们就进一步去学习一下Banner相关的内容 那我们的学习思路的一个概述 就是怎么去进一步学习一下Banner 首先,我们要思考 我们所需要的答案可能在哪里 同样的 我们可以去通过网络去搜索一下的答案 我们也可以通过圆码去分析圆码去看一下它这个Banner相关的内容 怎么看圆码呢 就是我们之前我讲过的 通过Sourcing Set才看圆码 然后借助UML工具 画一下序列图类图等等这些 来理一下它其中的一个交互的流程和它的一个基本的框架 第二个 那我们 从哪里入手呢 还是从我们最熟悉的地方入手 我们在从API入手 framework的时候 这Banner已经有了一个大体的一个了解 比如说我们 再讲 我们再打开一个摄像头 对用它这个OpenAPI的时候呢 在我们的Native framework这块 Open对应的是一个Connect 然后这个Connect呢 会首先 getCameraService 获取到我们的 Camera这个服务 然后呢 会调用CameraService 它的一个Connect 最终调用到CameraService的一个Banner 进行间图讯的一个代理 然后通过Banner这个 进行间图讯机制 最终调用到了Service 那我们就可以 那我们就可以 从这一块 入手 把我们 在之前 学习 这个FreeMark的时候 做跨过的一些东西 去具体 再深入 学习一下 那我们有讲到 getCameraService 它里边是 有三个主要的步骤 第一个 我们通过DefaultServiceManager 先获取ServiceManager 第二个 通过我们获取到的这个ServiceManager 然后 再去获取CameraService 第三个呢 因为我们在这里获取的CameraService 这个还是一个 这个还是一个 iBanner类型的一个接口 第三个 我们对这个 接口进行一个 转换 方便我们去使用 然后呢 在获取CameraService之后 就是Default的一个调用 那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入手 去把这些东西进一步深入 去挖掘一下 由此 我们这一个阶段的一个基本的学习思路 就可以确定下来了 首先 我们通过刚才所讲到的DefaultServiceManager 我们的Client 又是和Service 怎么去通信的 通过这些呢 去熟悉一下Bender通信的一个流程 在此基础之上呢 我们再来整体上去把握一下 它Bender这个 一个基本的架构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学习的思路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DefaultServiceManager 它是怎么把ServiceManager回取到的 首先呢 我们这里呢 就已经把这个交互的一个流程的 一个区别图给画出来了 我们结合了这个图 然后再去点一下这个相关的原码 首先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CAMER Client Process 那就是我们的CAMER Client这个进程 这个进程呢 会去调用DefaultServiceManager 这个函数呢 是我们这个J的这个命名空间里边定义的一个全局函数 这个图呢 这个图呢 不要看我画了这么多东西 其实这个DefaultServiceManager呢 的代码还是清潔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碰到这个DefaultServiceManager 是在GET TAMER Service的时候 我们找一下这个DefaultServiceManager在哪里呢 其实是在一个ServiceManager 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在这里找到它的一个定义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判断 如果这个变量它是不是空的 就直接把它返回 所以如果是空的呢 会通过这个 这句话 来获取一个DefaultServiceManager 这个DefaultServiceManager呢 就是定义的一个 这个类型的变量 最终呢 把它再返回 我这里呢 就是把 这个语句 给拆分成了三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 ProcessStateSelf 第二个呢 就是GETContentObject 第三个 就是 InterfaceCastIServiceManager 那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 我们拆分之后 这三个步骤 第一个 第一个 ProcessStateSelf 这个函数呢 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直线是同样的判断 如果GProcess不是空 就直接返回 如果是空呢 它就New一个ProcessState 我们看它NewProcess的时候 都做些什么 在ProcessState 它的构造函数 执行的时候 它会去调用一下OpenDriver OpenDriver呢 它里边我们在制动原本的时候 可以发现 它 首先就用了一下Open 打开了DV下面Banner这个设备 设备文件 之后呢 又通过F-Control 发送了一个命令 给我们的驱动 也就是Banner的Driver 这个命令呢 就是SetMax3 就是设置最大的线程数 这里呢 就是把我们的 驱动的收备文件给打开 之后呢 它又做了一个MMap 也就是内存应设 这里呢 就是提供出来一块内存 来给我们 传递信息的Serve来使用 这一步呢 就是ProcessStateServe 它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 我们 获取到了一个ProcessState 这个对象 并且打开了我们的设备文件 给我们驱动 这块建立了一个联系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第二个步 第二个这个过程呢 主要是调用了一下 我们这个ProcessState 也是我们这一步 返回来的这个对象的一个 getContent object 这个getContent object呢 它里面是调用了 getStrongProxy forHandler 看这个函数的名字呢 看这个函数的名字呢 带一下 可以知道 它是 为我们的Handler 然后 获取一个 StrongProxy 也就是 强代理 它怎么获取呢 我们在看原本的时候可以发现它最终它是我们用了一个BP班的这个对象 因为这个对象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对象的时候呢 它传进去的一个参数很多了 也就是 这个 0 这个地方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 它传进去 这个0呢 会在BP班的它的构图函数的值行的时候 这个构图函数那个参数列表里面 会对BP班的它这个MyHandler这个成员变量不值 也就是MyHandler这个成员变量会记录下来 这个Handler的值 这里呢 这个值就是0 这个0是什么作用 文 等到下一课式就会了解到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过程 getContentObject 它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我们用了一个BP班的这样一个对象 然后 返回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步骤 这一步呢 是调用interface class 这个传进去的type呢 就是iService Manager 我们在C++里面经常会碰到一些像StaticCast 然后CouncilCast等等这些类型转换 那我们从这个interfaceCast这个名字上大致能猜出来 它也是一个类型转换 它转换的是什么类型呢 是一个接口的一个转换 那我们就看一下 它是不是接口的一个转换呢 这个interfaceCast呢 这个interfaceCast呢 它是一个 在我们这里定义的 是一个模板 模板方法 我们看到 它是定用了 传进来的这个interface 它的一个 add interface这个函数 因为我们这里 传进来的是什么类型呢 是iService Manager 所以说 它最终是定用了iService Manager里面的 add interface这个函数 这个add interface这个函数呢 我们在看它这块代码的时候呢 可能发现不太好找 可是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知道它是叫的iService Manager 里面的add interface 但是我们在搜它这一块呢 add interface 我们发现找不到它 我们再找一下它这个add定义 定义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 确实没有发现哪里有它的一个声明 其实呢 这个函数声明呢 就是在这个里面 这个是一个红定义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跳转过去 这个红定义呢 在这里 也会去 声明了一个变量 然后一个add interface 这样的一个函数 还有一个get interface descriptor 这个函数 还声明了一个构数函数和西部函数 好 这是对add interface的一个声明 它的一个具体的实现 或者是它的定义呢 相对应呢 这块也有一个 这块也有一个 我们的 implacement meta interface 这块是对刚才的一个 add interface 那个声明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现 最终我们调用 iSourceManager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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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urceManager 就会调用到这里 只不过我们需要把这个 interface 给替换成我们的SourceManager 我们在它里面就可以看到 它是首先 我们可以用query local interface 然后查询一下 如果返回的结果是now的话 它会帮我们去 拥有一个bp类型的 这个替换成我们传进来的 我们在这里传进来的 是iSourceManager 最终呢 这个 interface 就是我们最近的SourceManager 它会帮我们拥出来一个bp SourceManager 同时把这个我们传进来的 iSourceManager 这个对象给传进去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知道了 iSourceManager呢 它最终是帮我们用出来了 一个bpSourceManager 这个类型的对象 同时把我们传进去的这个对象 传递到这个bpSourceManager的 证据说里面 在bpSourceManager的 证据说里面呢 会把bpSourceManager 这个对象 复给bpR Manufacture 它里边的MyRemote这个层面链 这个BP with base什么呢 它是我们BPSourceManager 继承的一个类 那我们就总结一下我们的第三步 InterfaceCast 这一步呢 它是帮我们用了一个BPSourceManager 这个类型的对象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DefaultSourceManager 它这个函数所实现的一个功能 第一步 让我们获得一个ProcessData 这个类型的对象 同时打开Bender设备文件 来帮我们建立起来的和驱动 一个通信的一个通道 第二步呢 通过GetContentObject 拥有出来了一个BPBender这个类型的对象 同时呢 这边BPBender传进来的一个Handler 这个值就传进来了一个0 第三步呢 通过InterfaceCast 把BPBender这个对象对应的接口 转化成了BPSourceManager这个类型的对象 所对应成的一个接口 最终把我们的BPSourceManager这个主帧 也就是我们SP 兼顾化 BPSourceManager 给我们返回到 CameraClient这个进程 这就是我们获取 一个默认的SourceManager的一个过程 さ ties正在ее trafficking 仅薪 队优 大家